下一個有機養分叫做脂質 脂質分為很多類 一類叫中性脂質 就是以我們高一生物所教的 中性脂質就是指三酸甘油脂 一個甘油連接三個脂肪酸形成的結構 下面畫出這個圖 這是一個脂肪酸 這是一個脂肪酸 這是個脂肪酸 這是甘油 甘油就是丙三醇 有三個醇肌 有三個強肌 一二三 我們的脂肪酸有酸 酸就是縮肌 縮肌中有個OH 跟這邊的醇肌OH 就可以脫水形成間結 形成間結 所以照理說形成一個三酸甘油脂 要形成三個間結 脫出三分子水 所以有多題目會問你說 假設我有100個甘油跟100個脂肪酸 完全反映成三酸甘油脂 我會脫出幾分子水 就讓你去算這方面的計算 不會很難 那通常三酸甘油脂 它的量 它是我們能量來源之一 也可以吸震保溫 它的熱量蠻高的 一公克可以九大卡 可是我們在暑假使用補充 一公克九大卡好棒喔 可是你要知道它的體積很大 因為脂肪的密度小 所以同樣是一公克 糖類一點點 體積很小 脂肪很大 所以現在你就要考量 你的儲存養分的是 體積小 但是一公克產生的熱量比較少 還是體積大 每單位質量提供的熱量比較多 你就要選擇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演化的結果 那我們繼續把它講 子質除了中性脂 三酸甘油脂之外 有一群叫做磷脂脂 其中一個脂肪酸 改成磷酸 這就是為什麼 前面的三酸甘油脂 要叫中性脂脂 相對於磷脂脂來講 因為磷脂脂帶著磷酸 而磷酸是酸性的 可是前面這個中性脂 沒有磷酸 它就不酸囉 那就是中性囉 所以叫中性脂 而磷脂脂就是磷酸的脂脂 好啦 它通常化解的是一個大頭兩隻腳 一個大頭兩隻腳 上面是氫水端 下面是赤水端 寫個赤 也就是上面是比較偏極性分子 下面是比較偏非極性分子 脂肪酸碳面很長 電子分布均勻 所以脂肪酸就被分在飛激型 而脂肪酸跟脂肪酸會同性互融 那它的作用機是我們先跳過好了 以後看我們就會再補充 好那這是磷脂脂 接下來固醇類 它是結構稍微不一樣 它沒有脂肪酸成分 有什麼土 有什麼土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結構 一個規格 兩個規格 三個規格 四個規格 四個環狀結構 然後它沒有脂肪酸 整個分子沒有脂肪酸 這叫做固醇類 固醇類通常有這四個規格 這邊的關聯機跟上面的關聯機可以換 像我如果放這個關聯機跟放這個關聯機 這個固醇類叫做膽固醇 如果換別的會變成別的 比如說磁性激素有好幾種 黃底頭是其中一種 鎬固醇是另外一種 所以這些關聯機可以抽換 就變成不同的固醇類 所以為什麼叫固醇類呢 固醇那一類 所以固醇類要加S的 它是一群 膽固醇是其中一種 固醇類 最後講蠟子 蠟子的結構我們高中幾乎不教 它的結構更長 好長的碳鏈 因為它碳鏈非常的長 所以很穩定 而且非常偏脂溶性 所以蠟通常很難分解 所以才有那個成語叫什麼 味如嚼蠟 什麼嚼中標準的味道 因為它太穩定了 沒辦法解離出什麼樣的分子 讓你產生味覺 所以嚼蠟的感覺就是 沒有感覺 味如嚼蠟 那我們再回來看文字 那這邊有個補充 固醇類剛剛說沒有脂肪 酸 它是我們性激素的成分 那也是很多其他物質的成分 都是固醇類 固醇類是動物的細胞膜 很主要的成分之一 而植物或細菌 一般說沒有膽固醇 而是含有植物醇 所以這邊要補充一下 細菌跟膽固醇的植物 它一樣有固醇類的物質來穩定細胞膜 但是它的物質通常不是膽固醇 而是由植物醇取代 所以細胞膜上的固醇 可以幫助穩定細胞膜 這我們之後講細胞膜的時候 我會補充說明是如何達到的 只是這邊有個註解 請大家特別注意 因為大部分的教科書 或是仿天參考書都會講這句話 膽固醇是動物有的 植物的細胞膜或是細菌的細胞膜 是以植物醇來替代膽固醇 但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正確 你只能說我們動物的細胞膜上面 膽固醇比例很高 主要是膽固醇來穩定細胞膜 植物跟細菌 主要以植物醇 當作穩定細胞膜的物質 它還是有膽固醇的 還是有 但是比例上植物醇會稍微多一些 這補充一下 蠟子剛剛說的結構穩定 不容易分解 這是跟大家講 磷子質有甘油 有脂肪酸 但是第三個脂肪酸改成磷酸 磷酸在哪裡呢 我把磷酸圈起來 磷酸通常會化成菱形 因為它的重質結構是菱形結構 這邊是磷酸 磷酸的上面可以接別的觀能基 接不同的觀能基 所以就算是磷子質 也有不同的磷子質 因為它的基本結構在下面 但是磷酸的上面可以接別的觀能基 所以接A就是A 接B就是B 可能接不同種 所以磷子質也要加S 它是多數 有很多種不同的磷子質 我這邊舉一個大家常聽到的 叫做大豆卵磷子 卵磷子常常是食品添加 當作養分來源之一的 它的正式名字叫做 磷子C胆碱 就是C胆碱這個觀能基 連在磷子上面 或叫C胆碱磷子 或叫磷子C胆碱 都可以 它的觀能基在這裡 因為這是脂肪酸 脂肪酸 這是甘油 這是磷酸 所以我現在框起來的這個 就是它的C胆碱的觀能基 由C胆碱連上磷子上 這樣子的子分子 我們叫做軟磷子 一樣的 如果今天我要賣食品添加物 或賣健康食品 我會說我們這有添加大豆卵磷子 會讓你生理變好 你絕對不會說我們添加了 磷子C胆碱 因為這個聽起來好化學 一般每次會卡 所以通常都軟磷子 而且聽起來很可口 軟磷子 以上 那脂肪酸 可能飽和不飽和 很快帶過 一直都學過了 如果你的碳裂全是單腱 叫完全都飽和了 只要出現雙腱 就說這邊還沒有飽和 如果只有一個沒有飽和 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有多個叫多元不飽和脂肪 在一般生活中 我們會看到說 脂肪有分為飽和脂肪酸 跟不飽和脂肪酸 其中不飽和脂肪酸 又再分為反式脂肪酸 及順勢脂肪酸 那我們來講講什麼叫反式脂肪酸 因為常常在生活中 新聞媒體會看到 其實自然界大部分 你看到的不飽和脂肪酸 都是順勢 反式是人為產生的 我今天會介紹怎麼產生的 所以反式是我們生物體 平常是不會面對它 所以我們並沒有油花酥 來分解反式脂肪酸的酵素 因此就在你的食物中 有了反式脂肪酸 它明明是不飽和脂肪酸 但對我們來講 它是穩定的脂肪酸 因為很難分解 因為不飽和分解還有累積 甚至你因為它累積 它會增加 然後我們有些酵素的火性 反而分解了其他脂肪酸 會造成其他脂肪酸代謝異常 而它本身沒辦法被代謝 就累積造成心血管疾病等等 那我們先看下面的這個示意圖 我們先看這個圖 如果是飽和脂肪酸 每個碳、每個碳、每個碳、每個碳 都是單件 而每個碳、單件之外 每個碳都接兩個氫 我們就說一個碳可以接四個氫解 前後接碳、上下接氫 你接滿了 接滿了就飽和了 但如果接這個碳、這個碳、這邊又連下個碳 結果它只接一個氫 我們就會說你其實可以多接一個氫 為什麼有個間結不形成 在中間跟另外一個碳 在一起變成雙劍 雙劍就是你這邊沒有接 那我就說你這個碳、這個間結沒有飽和 那如果只有一個地方沒有飽和 叫單元不飽和 有多個地方不飽和就叫多元不飽和 那這是反式脂肪酸 那順勢跟反式怎麼看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雙劍的碳 這個碳,不好意思,換個圖 如果今天你全部飽和 都單件了,就飽和直行酸 但如果今天你的碳、碳、碳、碳 你今天的摺角都在從一側 你的氫也都在從一側 這叫順勢 如果畫圖畫起來 我畫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朝上 一個朝上 這是傾 這樣子的劍結會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這個劍結會過去 折彎過去 會形成一個摺角 如果你今天是反式脂肪酸 畫法是變成這樣 一個碳鏈是往上走 一個碳鏈是往下走 然後這邊接氫 這邊接氫 所以這兩個氫,一個右一個左 這叫反式 反式脂肪酸看起來分子會比較直 順勢脂肪酸 分子看起來會比較折彎 這是反式跟順勢脂肪酸 在分子結構上最大的差別 如果是順勢脂肪酸 這個脂肪酸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摺角 因為它是這邊輕 這邊輕 從這摺過去 從這摺過去 會出現一個摺角 如果是反式脂肪酸 這個摺角會沒那麼明顯 只是一個小轉折 轉折而去往下 會稍微直一些些 而這樣的特性 也會讓反式脂肪酸比較穩定 那這穩定的狀態 我們之後再講 所以我們這邊先跟大家講講 反式脂肪酸它的摺法 我之前的PPT寫錯了 我的講義有修正 這是反式 這是順勢 既然這樣我們來看看 那順勢反式到底怎麼產生的 來一下 平常的自然界 都是順勢不飽和脂肪酸 你看對不對 一個抄症一個抄症 所以它會出現明顯的摺角 平常的不飽和脂肪酸 以順勢為主 它會出現明顯的摺角 那這個有明顯摺角的 不飽和脂肪酸 室溫下是液態的 液態的意思就是不穩定 分子身距離比較遠 作用力比較低 所以才會流來流去 不穩定也容易變質 所以脂肪比較難變質 油容易變質 所以在食品加工業會覺得 我的食品中都是不飽和脂肪酸 它容易變質容易氧化 那我食品沒辦法放很久 好我有個辦法 我把食品當中的不飽和脂肪酸 想辦法變成飽和脂肪酸 而飽和脂肪酸比較穩定 那這樣我的食品是不是可以放得比較久 保存時間可以拉長 減少我的成本 所以這個過程叫做氫化過程 就是把你這邊沒有飽和 我再多加一個氫 不就讓你飽和了嗎 所以用一些人為的方法 硬把氫加上去 這個過程叫氫化過程 產生飽和脂肪酸 這樣的加工過程 你的產品會更加穩定 其他型 但是but 會全部氫化嗎 有少數變成 大部分還是變成飽和脂肪酸 但是有少部分 它會不小心又回 又加了一個氫 再加錯位置 又變成不飽和脂肪酸了 但是接錯了 變成反式 所以這個反式脂肪酸 其實是在食品加工 目的是為了產生飽和脂肪酸 結果不小心少部分 它沒有完全氫化 變成反式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反式不飽和脂肪酸 是人為的 一般的生物是沒有遇過 所以我們的酵素 不論是它 它出現了 它就會冷疫在一體內 所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 一般是加工過程 不小心產生的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它拿掉 有啊 所以現在規定你的食品 都要標出你的反式脂肪酸 碎氫脂肪酸 飽和脂肪酸 各有多少比例 反式脂肪酸 目前規定應該是 普特減醋 所以如果你出現那個數字 出現1好課或是0.1好課 它理論上是不能上市的 所以所有的反式脂肪酸 它一定標0 就是不得解除的意思 因為它對人體的心血蠻 會有一些傷害 以上我們就說明一下 什麼叫反式脂肪酸